以下节目是由旧金山肿瘤放射中心特约播映 Mina你好 Dr.Gain 那我想请问一下讲起这个肠胃癌了 那正常大家就想到胃和肠 其实好像包括的范围还是蛮广的 对 实际上肠胃癌可以讲起来是消化系统的癌变 从口腔一直到肛门都是属于消化系统 甚至大家有些想不到像肝脏 胰脏 胆囊 这些都是属于消化系统 所以严格地讲起来肠胃癌实际上包括了 从口腔一直到肛门和所有的这些消化系统 有关系统的癌变 那肠胃癌就是在美国有多严重呢 肠胃癌是因为这个名字大家就可以听到 主要讲的是肠和胃 因为这两个癌都是比较高发的 特别是肠癌 大肠癌 大肠癌在男性和女性里面加起来都是在前三名 是发病率都是最高的前三名里面的 那在华人社区呢 在华人社区里也是相对比较高 就是尤其是大肠癌是吗 特别是大肠癌 小肠癌非常少见 但是大肠癌实际上是蛮频繁的 在华人社区里也是这样 那您刚刚有提到就是那个肝癌了 肝癌好像在华人社区也是蛮严重的是吗 肝癌发病率比较高是因为在华人社区里面 乙肝跟饼肝慢性肝炎会比较多 这样呢长期会有肝炎会造成肝硬化 肝硬化造成结果最后就是 每年大概有3%到5%的病人 会从肝硬化到成肝脏癌变 那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肠胃癌了 那当然中间就是包括很多 这个症状是怎么样的呢 肠胃癌大家想到的最常见的病状 实际上是大便会出血 根据出血的位置不一样 症状也不一样 如果是上食道或者是胃 等于说是消化系统的上半部出血 一直是从口腔一直到胃和小肠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呢 这个鲜血到大肠排便出来以后呢 已经会变成黑色 这和血小板和红血球的颜色有关 那如果是消化系统的下半部出血的话 像大肠或者直肠或者肛门出血 一般出现的颜色呢 会是颜色会比较鲜一点 有的时候是暗红色 有的时候会是鲜血 这是大家想到最常见的一个病状 另外一个呢 就是如果这个肿瘤变得比较大 可能会影响到消化系统的功能 像如果是食道 大家可能知道有些食道病人 说好像吞咽东西有困难 好像食物会被塞住 胃癌有时候也会这样 大肠癌有的时候也会这样 会造成食物的等于说是peristalsis 这个食物通过消化系统会比较困难 那说起这个您刚刚提到这个胃癌了 那很多人就是老是有这个胃痛的迹象 这个是跟胃癌有关吗 还是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大多数人有胃痛和胃癌并没有关系 但是有的时候胃痛确实和胃癌有关 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要自己多注意一下身体 如果不停地有胃痛感觉不舒服 还是应该检查一下比较好 特别是如果胃口会不太好 没有故意要减轻体重 体重会下降 还有大便如果有很黑的颜色 这些都是比较危险的症状 那我想问一下 那说起这个肠胃癌 好像都是跟吃东西有关了 是不是注意健康饮食很重要的 来预防这个肠胃癌呢 对 健康饮食非常重要 健康饮食其实对身体保健功效是非常好的 不要说是肠胃癌 就是其他像头跟颈部 或者是乳腺癌 前列腺癌 如果饮食比较注意一些 比较自己照顾身体会比较好一点 都可以降低癌症的发病率 那肠胃癌更是这样 多吃一些fiber有纤维的东西 多吃蔬菜跟水果 少吃一些红色的肉 Redmi都会减轻肠胃癌的发病率 非常好 那我想请问一下 万一不幸了就是罹患肠胃癌了 那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呢 肠胃癌根据 因为肠胃癌的面积太大 从口腔一直到肛门都算肠胃癌 根据这个癌症原发点不一样 治疗的方法也不一样 那治疗肠胃癌和其他的癌症一样 也是三种方法 手术化疗和放疗 如果是肝脏癌的话呢 如果是肝脏原发癌 是因为乙肝跟饼肝这样造成的肝脏癌症 实际上可以做手术性放疗 效果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 并不需要开刀 也并不需要化疗 那如果是胃癌或者就是比较普遍的大肠癌 这种事也是可以用手术性放疗吗 有些时候可以有些时候不可以 这些癌症的治疗比较复杂 如果是胃癌和大肠癌的话 很多时候也需要做手术 也需要做化疗 所以就可能要两者一起了 就不光是手术性放疗怎么样 那我想请问一下手术性放疗 您之前提过好几次 就是说它的优势在哪里呢 它的优势最大一点 实际上跟它名字正好相反 名字叫手术性放疗 但是实际上它完全不用开刀 它叫手术性放疗 是因为英文名字叫radio surgery 但是完全不需要开刀 不需要麻醉 更不需要住院 完全是outpatient 完全是门诊 病人很多时候可以自己开车来 自己可以回家 有些病人如果还在上班 还在工作的话 治疗好以后马上可以回去上班 就可以立即上班了 对 都不会就说觉得这个人 好像有点不舒服 或者会 会不会内出血呢 我在想 完全不会 放射线治疗 X光治疗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 可以停止肿瘤出血 像有些病人如果因为直肠癌 或者大肠癌出血的话 万一需要做放疗的话 大概三四次治疗以后 就可以停止出血 那个非常好 那麻烦您讲一下 你们这个诊所的联络号码了 好 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415-353-6443 那在那个结束之前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想请问一下 就说您刚刚提到 因为肠胃癌呢 其实包括的范围很广 包括有肝癌了 胃癌了 大肠癌了 小肠癌了 等等之类的 就是每一个 可别麻烦您来讲一下 就是说每一个应该要怎么样治疗呢 好 如果是食道癌的话呢 根据它的癌症的期 一期到四期级别不一样 有不同的治疗方法 如果是初期的话 很多时候做手术 不需要化疗 也不需要放疗 完全可以治好 如果是比较 期会比较高一点的话 这样呢 就需要先做化疗和放疗 胃癌呢 也是比较复杂 也是这样 肝脏癌症 如果是原发癌 实际上很多时候 或者做手术 或者做手术放疗 都可以治疗好 大肠癌也是需要先做手术 化疗跟放疗 很多时候也需要 所以就说 当然最重要的 我想还是要健康饮食 来预防疾病 我们非常感谢耿医生 那我们现在呢 进入一段广告 我们广告之后再见